巴黎时装周珍让我看到了一条法国鳄鱼Lacost的野心 猛恶传奇 王一博巅峰同行 人家来真的 第一次见到官宣内娱艺人这么诚意给排面的国际大牌了 有腔调又充满了对自己天选之子的兴奋 一上来就是全球品牌代言人 Title给足 物料超多 待遇给足 官宣就定在人家品牌最重要的巴黎时装周大秀 提前一天全球媒体端口中英文新闻稿先出 顶级时尚杂志及各大时尚媒体官宣预热 大秀的王一博直接上升Lacost2024年秋冬秀款亮相 一套未发布曝光和一套全球手穿白色运动服 潮库少年与生俱来的时尚感相当抢眼 你刚踏入法国就给你开拍网球广告 更是直接预告了会在5月发布由王一博演绎的Lacost全球视觉大片 腔调和态度拉满要颠覆全新形象 在法国期间所有内娱卷的待遇Lacost都做到极致了 看看人家的大秀概念邀请函 优雅大鳄赛场传奇指的是Lacost的品牌创始人 当年拿过7个大满贯的传奇网球冠军 法国网球四件可之一 罗兰加洛斯场馆就是为他们而建的 这也是为什么Lacost致敬经典会在巴黎时装周大秀 重回创始人的红土地球场 也看出他们对这次活动的重视度 应客品牌传奇 心恶接力塑造风尚指的是品牌创意总监 Pelajacola Turos 全新法式运动时尚风潮 也就是这次大秀的主理人 他的手绣作品就直接穿王一博身上了 自由法式 时尚兴起 运动与优雅超现代交融 指的就是全球代言人王一博了 三大品牌标志真的是很大的诚意了 没事找王一博握手交谈的Siri Giberty 海德瑟的秀在自己因此发的这位可不仅是Lacost品牌的CEO 还是Lacost母公司瑞士MF Brand集团的CEO 不仅有各种高端时尚品牌 还拥有瑞士最大的百货链锁企业 就是个没事就想收购奢牌的主 看出来对王一博这个全球代言人超爱了 Lacost这次所有待遇都到位了 全球媒体甚至权威史上媒体也官宣 王一博的时候夸得停不下嘴 这真的越来越确信 之前猜想的王一博抵达巴黎入境 停机坪直接接走的超微外宾待遇是Lacost了 舒适自在自信优雅 是王一博眼中Lacost与自己最契合的理念 其实运动风格长期存在于潮流圈 但是真正让运动风在时装中出人头地的 首先想到就是Lacost 世界上最为时尚的街区都设有专卖店 明明是血统纯正拥有近百年历史的服装大Lacost 在国内却长期笼罩在被山寨野生鳄鱼支配的恐惧中 打不完的假冒鳄鱼 鳄鱼标志甚至一度被动的与中老年天菜和商务风景一挂钩 但好在这么多年正宗法国鳄鱼 还是凭借法式时尚和网球运动的DNA守住了自己的独特性 看过这次大秀就知道 优雅随形颠覆创造还真不是一句口号 关键真好青春活力啊 王一博Lacost造型甚至成为唯一一个亚洲男明星上榜 Vogue英国巴黎时装周最佳前排Top20 人家品牌也直接的说了 希望通过全球代言人王一博的优雅演绎 能够聚集全世界的观众的目光 进一步推动品牌的创造力和吸引力 在Lacost身上看到了老牌法国风度和现代潮流的融合 也在这波中切实感受到了Lacost携手王一博 重返巴黎时装周 或者说重返巅峰的决心 猛恶不回头重走辉煌路